在我們要進入大自然療癒這個主題之前 我想先談談一個大家都能耳熟能詳的兩個字 自然 什麼是自然呢? 每個人對自然的定義其實都不太一樣 有些人在假日時到家外踏青 在城市中做個假日農夫 他們覺得這就是自然了 但事實上自然卻從不是如此輕易簡單的事 從小到大我們被教育 自然是水源、空氣以及食物的攻擊者 我們也知道人類的社群一旦失去了自然 一切將無法運行 但自然就只是這樣嗎? 如果仔細觀察自然 你會發現 自然需要有時間的醞釀 空間的孕育 生命彼此互相連結 共生共榮的狀態 才能稱得上自然 自然要能形成不外乎遵循三個重要的元素 才能使這個現象維持 那就是永續、循環加平衡 在這三個元素都具備時 自然才能夠生生不息 生命才能夠共生共榮 並且不受人為的操控 而能自主地發展下去 這就是一個更宏觀、更全新的自然 未必要 sansцев eres 為何人類的自然 我和自己的自然 沒有人不希望 你自己的確保 一切就是你 你不會擅長 你不會擅長 接下来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 反观我们的生活 我们活得够自然吗 在外在我们所吃的食物 所穿的衣服 使用的物品 居住的环境 是否也吻合自然的三个元素呢 在内在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精神 是否也拥有自然 而幸福快乐呢 如果我们生活的不自然 吃的不自然 住的环境不够自然 身心的状态不自然 我们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跟挑战呢 谈到这里 我们就得看看在都市生活中 得到便利跟富有之后 因远离的自然 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压力 焦虑 身体的亚健堂状态 心里的抑郁问题 成了都市生活里的副作用 多少人在这个灰色的水泥丛林里 迷失了自己 丢失了平静 与快乐 在这样不自然的环境下 都市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 使我们吃不到自然的食物 听不到自然的声音 见不到自然的色彩 吸不到自然的空气 甚至也感受不到自然的放松跟平静 我们成为了健康的滞后者 生活成了一场牺牲幸福与快乐的生存竞技场 就在我们重新和自然连结 效准真正与自然产生真实互动的生活方式 才能使我们的生活 重回到真正的生命之道里 大自然的疗愈课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想带给所有的参与者 一把打开重回自然之门的钥匙 循序渐进的 进到这个现代人都必须要逆转的议题 也就是重回身心的健康 对我而言 大自然并不只是这样 你曾静心下来好好欣赏一朵盛开美丽的花朵吗 一棵参天的古墓 一或是在海边因风化而斑驳的石头呢 以及世界各地独特美丽的地貌 如果仔细观察 你一定会发现 大自然其实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甚至对于某些因重回自然而不要而遇的病患 大自然也是一位神奇的医者 因为大自然中 蕴含着所有生命的奥秘 因此大自然其实也是我们最佳的生命导师 而我认为 若能够用心倾听大自然的智慧 你会发现 大自然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哲学家 道法自然 正是大自然疗愈的核心信念 谈到这 你对自然是不是也开始有着不同的全息观点呢 在往后的课程中 我们将一一探索 并一一解开大自然的秘密 让自然重回到你的生命中 甚至借由你 让自然重回到我们的文明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